开发20分钟,讲一下什么是 那个Project Manager 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大多的同学是YUM BA,YUM Developer,YUM做Consultant 然后呢 少有 我们以CM来求职Project Manager 但是我们也有,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挺好的 所以说什么是Project Manager 然后我们第一次,我们以前有学生来这儿,他是IT的Professional 他就是做PM的,Project Manager 但是他觉得 我不想做了,我要做BA 他是这样来的,所以他来了 来这儿学CM来做BA 那么说什么是Proje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我们一直在给他打交道 在微软的时候,我下面有9个Project Manager 是吧,他们不叫Project Manager 他们叫Program Manager 因为他微软就三个那个Display,就三个这个序列 PM Developer 和Test 那Test大家现在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了 Test已经并到Developer里头了 而MenuTest已经出去了 现在这个什么是PM PM其实这是我列出来的 这是一个在组织里面的一个情况 上次我就是把上次我讲BA的一个图拿过来 这是PM PM在这里 那你说PM 这个Display是永远会在那儿的 因为一个项目的交付 一个项目的responsibility 就是PM来做的 那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你看我这边 这个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我没有时间来画一个完整 一个很好的图 很多企业有PMO 大家都我不知道你们做的企业 Lenovo肯定有PMO 这样一个组织 你知道吧 银行政府都有PMO这样组织 那PMO是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组织来就是来管理项目的 它是来管理项目的 里面的planning budget strategy 包括它的wonder都在PMO里面来管 那这个PMO下面 就有可能有project manager 有project coordinator 有project assistant 都有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例出了program manager 其实program manager 我那会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它到底跟project manager有什么不一样 program manager更了不起 是吧 就这样 所以你看你在一个企业里面 一定会有PM的 那么说我们说test那个 那个我们叫QA吧 我们叫test有的人不爱听 是吧 QA 它分化了 automation的test 你要做开发的 所以它并到了developer里面 是吧 development 那么manual的 它出去了 是吧 很多企业把它外包了 它是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说在 在企业里面一定会有PM的 这个discipline永远会在这 而且 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比如 你的企业你做lead 你做GM 你做VP 它可能有不同的trend 有可能sell是做VP 但是 其实在Microsoft 你在看这个网上走的 这个trend里面 做GM 做VP 如果在Microsoft 从开始做起来的 那他PM是最多的 人人数是最多的 然后下面 我都问了几个问题 下面 下面也有 从这个技术串的上去的 做老大的 那是哪个哪个技术串的 做的最多 Tester 在在那个微软 首先是那个PM 它技术串的 当GM 当VP了 是吧 那还有一些人 做GM了 当了当的就是 high-level partner了 是吧 partner GM 下面或VP 它是从Tester做上去的 那么说 说我们那个developer 就是根据我们的观察 developer 他的技术串的 一般是 architect 知道吧 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技术串的 那 这样一个趋势反映了 其实反映了你这个 不同的discipline 对你的这个个人的 skills 是要求不一样的 对你的competence 就是你的软技能要求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你们看PM当然了 它是最build的它所需要的 那种作为领导的 这种技能的 那么Tester 四肢 然后developer 走技术的线 是吧 好了 好了 这是一个那个project的那个life cycle的管理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这个大家其实跟我们那个life cycle 就是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是一致的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initial 的一个过程 包括你做planning 你有没有budget 然后有一个你有没有你用这个项目 交付的strategy是什么呀 还有你的这个committee是什么呀 就你的committee 这个bud是什么呀是不是 它采用的什么样的model呀 都是在这个阶段定义的 然后它是否met我们企业的这种strategy呀 mission呀 vision呀 包括我们的future 是吧 我们future的这个trand呀 都是在这里面去定义的 所以它有一个项目的initiating的一个阶段 一旦我们定义好了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做planning了 这个项目要落到地下 知道吧 要落地了 落地的过程就是做planning的过程 这里面是budget 然后那个又需要什么样的results 需要什么样业务部门的参与 满足什么样的业务的需求 怎么分阶段来走 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 这个阶段来定义了 一旦planning定义好了 这个项目落地了 我们就要kick off了 就是要kick off 所以说我们做项目的同学们都知道 我们有个kick off 是吧 kick off 起动过程 好了 这个里面就是执行的 执行的一个过程 执行的过程其实里面 它跟那个我们的sdlc 是有overlap的 你可以这样match过去 这个执行的过程就是整个项目交付的一个过程 需求的分析呀 设计呀 实施呀 测试呀 包括你到production 整个这样的过程 整个这样的过程 就是项目 我们谈到的项目管理的match 这样的过程 在这个地方强调了一个monitoring和controlling 这个 是伴随着我们整个项目开发的life cycle 这里面 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 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milestone 你看上次我们一个同学面试问他的这个deliverals milestone 是不是 因为他是pm 他就会问你 你有什么milestone和deliverals 其实这顺口就来了 在这里面 所以他对他有一个整体的control和manager 包括他的risk manager 包括他的issue manager 是吧 因为你不同的有这个医学会come out 然后有risk你会prediction risk你会要相应的解决方案 是不是 医学来了你必须解决他 但是risk你需要有 risk就是没有发生的 你需要有remedia plan in case 这种risk发生 你会do something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一个controller和monitor的一个过程 那么那么你说你还有在一个trupshooting 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因为你在项目的交付的整个的live cycle 每个阶段 都有很多医学 你都需要优化 你都需要解决 你都需要find out他的root cause 对不对 你都需要解决他 所以他这是一个伴随着monitoring 和controlling 项目的整个过程 包括你的这个 changer management的一个管理 都在这个阶段 好了 close closing 每一个 做每一个light cycle 终于closing 那在这里面 我们要workout是什么呢 knowledge transfer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让你的这个系统被adoption 被customer使用 要train他们 还有呢 这个系统你要 这个系统 你在这个阶段 你是我们的项目交付了 这个项目已经build起来了 你需要把它transfer 给你的operation团队 让他们来运维的 整个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closing 一个project 还有很多license learn 还有一个 开始筹划 计划 那个计 这个计划 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项目的交付了 这个是一个 project life cycle 那其实我们作为PM 你 因为不论你要做PM 还是以后你面试遇到PM 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 做的 而且你以后我们做 Dynamite 你是做consultant 你是做BA 还是 你是做developer 你是做QA 所以你都你都是在这个 life cycle里面的 大家有问题吗 嗯 这个你说这个 coject life cycle 和SDL这个区别 如果我认识了 他那种问题是怎样的 他该答哪 什么 你答SDLC 刚才这个是整个 我们刚才这个是从项目的角度来看 一个项目的一个完整的life cycle 就一个项目实施的完整 一个项目的完整的life cycle 但是你在面试SDLC是项目实施的life cycle 知道吧 就是项目一旦启动到engineering阶段的一个life cycle 他是 各有不一样 这个稍微大一点 而且他是从 完全从项目角度来看的 他不是 也不是让project的manager来看 也不是让developer来看 他是 让 让一个 非IT专业的人 他看到这个项目交付 也是这样一个life cycle 知道吗 好了 我们这个话题不会很长 我们大概20分钟就结束了 那么说 我想 我现在刚才谈了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role吧 project manager 他是什么role project manager 其实最关键的是保证项目成功的 他是responsible for项目的成功的 所以说你想想project manager 是不是很 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说那个那时候 我记得那我才那时候才回来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那个 我一上网站上看 然后这边多伦多地区有一个人发一个帖子 他说这个做项目 他在他那边做 他从卓国内穿梭过来 他做PM 他做的太踏步了 他在上面贴的 他写的那是很难很难 他就是做不下去了 他就想问 有没有这个做做 PM的这个 招二 有没有这种做PM的这种攻略 所以说那时候我看了这个就写了一个那个 北美PM活着的攻略 我就发在那个那个论坛里头了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我那个帖子还很火很火的是吧 后来 然后那个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叫活着的攻略 所以说我不想我其实我不想给大家带一些negative的这种一种south 是吧 大家千万我讲我底的information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information 大家不要带着这种negative的态度去看它 你千万不要跟那个去面试的时候说 哦PM就很很很 很这个这个要活着就不容易了 你完蛋了 你知道吗 哪有这样的去比较谈的 PM就是PM 你应该很professional的地方去谈 在北美做PM很难 我们我们我们看一看 那个PM的肉大家就知道了 首先你要让你是 responsible for 这个 data 项目的成功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doesn't matter 你是做那个level的PM 你至少负责一块你的function 负责一块你的unit 你就是负责它的一个成功的 它又是你一个大的项目的一个成功的一部分 对不对 而且你要drive 这是很重要 你要minage和drive 它第一点 就我们看看一般的PM就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你的counterpart是谁 counterpart就是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复杂度 其实人 你这个人跟人打交道是最难的 你对面对计算机是最简单的 doesn't matter你怎么coding 你面对的它它 它是个机器 所以人跟人打交道就是一种这种 人跟人打交道的这种技能是最难的 那么你看看你要做一个 你的 business counterpart 是什么东西 是这些东西 stateholder stateholder是非常难打交道的 它的customer是你的stateholder 你的老大是你的stateholder 所有所有跟这个项目相关的 人 部门 都是你的stateholder 非常tough 因为这些人的 这个角色不一样 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职位不一样 你都需要跟这些人打交道 了解吧 然后BA BA 是跟project manager 非常close的 很多情况下 我再强调一下BA 你比很多企业 很多很多 不是所有的企业 有时候你会发现离了BA 这个项目就没法做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了解吗 所以BA很重要 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就是很多 很多engineer团的 就就就闭门照 就瞎了 BA 他相信 相当于他们的眼睛 去看到custom 把custom要要的东西总结起来 成立给他们的 这是BA要做的事情 所以BA很重要 就是这样的 是吧 还有一个那个 develop test developer test 在这个过程中 好像都是被 很多情况下 很多人就 你信 那个你从来没有看到 PM 跟developer test 是朋友的 在我的整个的这个 IT生涯里面 从工作层面 我不说从工作层面 他们一定是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上下的关系的 他这种关系 不是说你的那种 people management 它是一种项目交付 交付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 因为你因为PM要负责 项目的交付和成功 而项目交付的主体 是developer 要保持项目的质量 是tester 所以说PM一定要drive 要manage 这个项目交付的主体 来实施的 对吧 所以他们之间 既然有一种这样 上下层的关系 他们之间 就有可能产生很多冲突 而且还有一点 PM跟你的developer test 他们不是people management 所以说你PM有责 没权 所以你PM 不决定他们的performance 不决定他们在这个公司的未来 不决定他们的去留 你充其量 也就是input 是吧 input 他们的feedback 所以这就是PM 所以说跟developer test PM是要来管理他的 从项目交付的层面来管理他的 architects 是PM的对抖的 一般是PM对抖的 architects 实际上最后形成了就是我刚才 谈到developer的技术 这个计算的 所以说我们的一般developer 一个高端的职位 就是architects architects 现在的architects 很难做了 实际上说 以前是systemarchitects 它相对于很窄 它的领域很窄 现在的architects 是一个entreprise level的architects 它要求非常broaden的 这种will 和strategic thinking 包括很广博的技术体系 这个非常厉害 architects厉害 但是它通常 跟至少跟project它是counterpart的 peer 那么很多peer 它是要align with the architect的 因为它来定义整个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交付的架构 是吧 它都要看得很 看到未来 看到这个项目的 扩展性 复用性 稳定性 对不对 这都是architects要做的事情 还有operation 和maintenance 和wonders operation是什么 你这个项目交付完之后 你要交给你的运媒了 是吧 交给你的运媒团队了 所以说在我刚才大家 因为我在这再说一下运媒团队 我刚才谈到的 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你要按discipline分 你就可以想要一个企业有三个团队 一个是pm团队 一个是开发团队 一个是运媒团队 然后就把运媒团队是一个企业里面 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庞大的组织 然后那个组织呢 永远都会在那来维护你的这个生产环境的 正常的operation的 这就是运媒团队 所以说在这里面你的项目交付之后 你要把你的项目交付给他们 operation 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问题存在了 你说你的项目非常完 非常完美 是不是 就是有on time 有quality 是吧 那你交给他们 运媒团队接手过来 那你向他 你对对他们的影响是 如果你的project不够完美 有很多的bug 那以后fix bug的这种责任 谁来做呢 是运媒团队来做 知道吧 是运媒团队来做 customer complaint 一旦你上线上线之后 customer complaint和support 包括你的24小的那种一线二线的支持 三线的支持是谁来做呢 不是项目团队来做 三线支持做不了才到项目团队 但是在最前沿的支持 全是operation团队来做 所以说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冲突了 就operation团队总就觉得你过的项目只让不够好 对不对 不能完全满足这个业务需求 所以他不想 他总是要延缓他的接手 他希望你能把它fix更好 但是对项目团队来说 我已经做完了 我需要赶快把这个 交付给你 handoff给你 我就完成了我这个使命 我这个项目就closure了 所以说 这也是PM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阶段上PM有很多纠结 知道吧 跟那个operation团队 还有那个wanders Wanders Wanders 其实我们刚才那个同学 就是我们一个同学去面试 他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只有几十个做IT的 那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Wanders 就是consulting company 我们所说的Wanders 就是consulting company 实际上很多很多东西都外包给他们了 因为IT人员是非常有成本的 很多企业 养这么一群人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不是 非常要花钱的 所以他一般的 那我就跟他包外包 是吧 有的东西就包到印度去了 你比如那种 低端的测试 等等 可以包到印度 但是有些东西 他可以包到本地的 外包公司 我们所谓的Wanders 这种外包包括实施 包括管理 包括host 等等都包给他们了 那作为IT企业 这样的IT企业 它做的什么 一个是管理需求的 一个是 管理这群Wanders的 这就是 像这样刚才谈到的 这类 这类公司 它的IT部门的使命就是这样 所以说Wanders 对Wanders的管理 这是你的雇佣兵 一般是这个企业的雇佣兵 那这个Wanders的管理 PM是直接管理他们的 是毫不留情练的 一般企业里面 PM 最能施加它的那个权利的 就是这一群 就是Wanders的管理 因为它相当于你的雇佣兵 你让他来到这儿 就是让他打仗的 让他怎么打怎么行 是不是 而其他的像刚才谈到的 企业内部这些人 他都是他的peer 相当于 相当于peer 所以说 都是同事关系 他管理起来 并不能那么 一个false 了解吧 那你说 我谈到这么多 他的counterparts 你就了解了一个企业环境 其实一个PM 由此隐身了 他需要很强很强的技能 那个 然后这个我就 这就是他刚才谈到的 一个life cycle管理了 好了 这是PM主要要做的事情 看到了吧 这是PM主要来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想好了 就是计划 做好计划 然后计划里面定好你的scope 定好你的boundary 是不是 然后管理好你的results 然后开始按照你项目管理的methodology 来管理和交付项目了 这就是PM要做的事情 很多PM你们学 如果有的说 PMP 什么要什么budget 要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timing management 这是非常教条的一种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在 你项目真实管理过程中 那些都是一些教条的东西 价值不大 PM是一种技能 管理 PM管理是一种本事和技能 这是一种 这是你看那个 我因为在在看这个之前 我也想有些 然后我看那个YouTube上有视频 然后说了那么的困难 突然出来 出现了一个超人 还很超人 这就是PM 是吧 在那个视频里 就PM 所以PM 他们上超人 但是其实要有很大的本事 那下面我们看一看 好了 我主要是强调这一点 这几点一个mindset PM competence 什么是PM 最要求的competence 我大家都面试BA 大家都说了BA的competence是什么 了解业务 了解IT communication 是吧 这可能是 这可能是BA 我要列BA 这三点最重要 了解业务 了解I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里面就高 包括你的这个怎么build wrap out的这种交流沟通的环境 怎么去做presentation 是不是 怎么 这就是这样 这种一种技能 那么说 PM是什么呢 leadership 领导力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领导力有多重要 PM是有责没权的 他没有people management 这样的一个 责任 权利 但是他要 Leverage 你的developer Tester Wander 等等等等 当然他需要有一种天然的领导力 自己build出来的领导力 知道吧 还有一个 追问 你不信你看那个网上的 他那个就是很教条的那些东西 PM的都那些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觉得都不是 一个是领导力 一个是驱动能力 这就是PM 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说的这个PM是一个非常合格的 一个非常好的PM 是吧 一个非常真正的PM 那现在很多企业PM可能都达不到这些方面了 已经让这个 这个企业的这种项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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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把它已经磨掉了 知道吧 他只是说哦 怎么我能更好的 Support PM 还有一个 战略性的思考 view 这是PM 我看到的PM最重要的三点 大家 大家可以下去去 去那什么 去 消化一下 还有一个 在PM 在现在的这个管理项目中啊 项目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你你比如不同的文化 因为你像你像很多企业 包括在Lenova 包括在 Microsoft 他的这个 像这个 工作环境是 Different region 然后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是不是 Different time zone 所以你PM要把他们都在管理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要很好的 Dov的Different Mati Culture 这是比他要做的 这是一种高端的PM 还有非常好的政治的Science 对吧 这个 这个是PM一定要有的 要不然 做起PM来很困难 很累 很Tough 好了 这个技能 大家了解就行了 这个 不要拿这个去面试啊 你那个 你要去面试 你说有 Political sense 那个人 别人可败听了 你知道吗 但实际上你真正要想踏入这个作为一个职业方向的话 这是你要自己要想的 你可以说领导力驱动能力 好了 我刚才忘记说了一遍 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建在什么局上 communication 交流沟通 知道吧 所以PM有很好的交流沟通能力 我们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在这边 其实这个语言 交流沟通的这种方式技巧 包括一种insight 其实我们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你画是一个面 其实后面有很多insight 对不对 所以说我说我们中国人大多数人在这 语言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 只能是小米加步枪 但是你在一个企业里面 PM至少你要是坦克加大炮吧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是你就是你如果是 你想想 当你的这个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你的装备 一个是小米加步枪 像一个是坦克加大炮 你要跟他们PK的话 是不是 我们需要把自己在其他的方面要把自己build的非常强大 是这样 那我们challenge是什么呢 challenge是什么 我们challenge就是 项目越来越复杂了 而且越来越挨脚了 那么多的stakeholder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趋势了 那个PM现在有两个趋势 我告诉你 这个 很明显的两个趋势 要么 你往技术方面靠了 靠得越来越跟技术越来越close了 是吧 这个趋势不是说一年两年就会发生的 但是你要有一个long term run 它一定是这样 越来越靠进技术业务了 要么靠业务 要么靠技术 还有一个 要么就是coordinator 就是coordinator assisted 就是这两个方向 对那种以前的现在的PM 可能说我是PM 首先让人家说你是PM 你是project coordinator 你说我是PM 你是PM assisted 真的 这一点都不错 你并在Lenovo 我们的PMO 就是两拨人 就是两拨人 一个就是做project manager的 他还懂一些业务 对不对 他有这种驱动力和领导力 一般有很多业绩的经验 但这种人不多 要么就是一群非常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是不是 他们就是assisted 是吧 你看他们的台 现在就都没有了 现在assisted 已经被淘汰掉了 因为不太需要 对不对 assisted 所以说 现在 有的叫coordinate 一样的 了解吧 所以说这是两个趋势了 我们在这做的 要想做PM的 绝对不是想做coordinate 也不是想做assisted 我们是要做真正的PM 那我刚才说PM向技术靠 那现在其实 有一个词 我们其实在很多企业 比如在Google 微软 Amazon 他们已经不叫project manager 他们叫program manager 他们很不简单的 我告诉你 他们要写 有时候要写specification 是你们BA应该做的事情 他有时候要写 他有时候要写 highlight我底段 他要review你的设计 他要review你的code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就叫program manager 这群人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为什么 在Microsoft 它的那个管理序列越往上走 PM的这群人最多 那我再说一下 那你说为什么test也有 我告诉你 为什么test test懂业务 test交流沟通 比developer 更有主动性 这样吧 你就看到了吧 test也能走到管理系列 那PM 满散的是什么 你们面试跟PM 谈的时候满散的是什么 所以这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 你要遇到不同的人 那我们这次有同学面试 遇到PM的时候 就谈到了short step 对不对 谈到了short step 那那个你知道那PM 那个PM 其实PM有很多人 就是我说program manager 是program manager 不用做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 PM 他说 他的吃饭的东西 本钱是什么 就是methodology 因为他是做项目管理的 他就是methodology 但是对那些 但是这是Microsoft定出来的 如他们的bible一样 圣经一样 那他自上而下来 作为那个做Sam 交付的这种project manager 他就按他来实施的 而且他觉得 这个东西跟他最match 是吧 是他那个领域 所以他非常推崇他 非常推崇short step 所以说你就要 你在跟他谈的时候 你要谈到 你要知道他的man side 你才能让他高兴吗 你跟你的interviewer交流的时候 首先让他高兴 他才愿意跟你谈嘛 产生共鸣嘛 是不是 你俩才能达到一个非常 一个chemystry 在same chemistry下面 人家才能愿意给你在未来 他在想未来的经验 我跟他一块工作 非常高兴 所以说 PM的man side是什么 现在大家不用想那么复杂 刚才我强调的那些PM的 那些什么政治啊 什么culture啊 什么等等 PM的man side就是methodology 就是他的process 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PM做了很多年之后 那是他吃饭的东西 那是他吃饭的活迹 而且 而且他是最熟悉的领域 他里面有最多的体会 所以他就最爱谈methodology 你给PM谈methodology 然后项目的mindstone delivables conflict 这就是PM最愿意给你谈的 你要是能谈到PM那个项目有多复杂 然后你们项目失败了几次 他高兴得很 因为他产生共鸣了 他的项目老失败 知道吧 所以说这就是PM的methodology 你要跟PM谈 就是谈这个的 那他同上这个 那你就谈那些东西有多有意思 因为 我告诉你 因为我的观察 你比如我们不同的系列 我们在项目交互的过程中都需要有这个管理流程的 是吧 管理流程复杂化 非常复杂 非常BG 你知道这个管理流程 你要采取最恰当的管理流程来交付项目 对吧 过重 都是反生产力的 过轻 也不能很好的管理项目 过重 也是反生产力的 但是你会他们的mindset 就是让这个管理流程越来越复杂化 因为只有这样 它是无意识的 有意识但是来 来提高它的weight 所以说 这就是那个PM的methodology 大家一定要注意跟什么样的人谈就有什么样的他的mindset 你比如你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跟CIO谈 CIO有他的一个mindset 你跟VP 你跟那个Derived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view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叫沟通交流 知道吧 然后那个好的PM 这个是我栽下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就这个是我栽下来的 make things happen get things done doesn't matter 就是 这个PM你要活下去 是吧 你没有的项目 你要忽悠出一个项目 忽悠出这个项目来 你要开始这个项目当 这是你PM做的事情 我那时候在管理我的团队 我每年都去到美国去 弄好多项目过了 最多的时候 我下面有十六七个项目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要拿到更多的项目 你的团队才有活做 你拿到项目 你还得交付 要让他当 是不是 我这个是放在这 因为是帮助大家面试的 其实刚才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因为我们同学 可能对IT 我即使把刚才IT的organization 那个structure放的那么久了 大家其实对里面还是模糊的 我理解 所以说我就在讲 在你们面试的时候 一般你的interviewer会有两个考虑 你是做项目的 你还是做operation的 但是我们这边大多数人 我们是做项目的 是吧 我们都是做项目的 实际上 项目和operation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再列出来了 如果你是做项目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是什么样 一个运营团队 一个项目团队 好了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 项目都是有阶段性的 有结束 有开始有结束 知道它不是个ongoing的 但是你的operation是不是ongoing的 你的那个生产环境一直在run 7成24小在run 但是你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它有开始有结束 然后下一个项目开始 下一个项目的结束 对不对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规模绝对不一样 那你项目一般都是有规模的 它跟你的在这个operation的里面的一些小的工作 规模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项目里面就有整个项目管理的lab cycle 有methodology 这是大家要想的 还有 在operation环境下 bug 就是我们在生产环境下有bug 也是要fix的 对不对 然后所谓bug就是我们产生一个ticket 还有一个一些小的 一些小的一个小的fisher 一些小的enhancement 就是你一些小的用户需求 你是可以在这个operation团队来实施的 而且它的实施过程中 不会go through 不会像你这个项目交付的 这个完整的lab cycle 不会谈到什么waterfall 不会谈到incremental 不会让它要agile 它这个小的实施 也许三天四天就解决了 也许一两个星期 它就把它fix了 测试 然后那个 稍微的设计 然后实施测试 上线 就完了 就这样的 这就是你的operation要做的事情 你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你谈的角度不一样 它把你定位不一样 你它把你定位的operation 你怎么可能拿到一个好的label的一个 一个 一个 job 对不对 我们都是谈项目项目 交付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 你就是那个agile incremental 对吗 哎走进 还有一个scope完全不一样 它的规模scope都不一样 你可以这样想象 如果是你是百万级的 我觉得大概你是百万级的一个像 那你可能 你如果你是在operation的一个小的enhancement 一个小的bug 可能几千块钱 最多几万块钱 知道吧 如果你的项目是百万级的 那你在那个 你的operation环境下 你也做 你也做开发 你也做测试 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小的一个fix 一个小的bug 一个小的enhancement 也许最多最多几万块钱 了解吧 所以它这个有的企业里面 对这个 在某些 那个size之下的 才能在这个operation来实现 要不然全部都放到release里面了 了解吧 那这个里面我们叫release 这个叫operation 好吧 还有一个 项目都是unic的 项目没有一个人长相一样的 我们都做stime 你现在做的stime 跟明年都不一样 明天都不一样 所以说 项目就跟我们人都是unic的 没有长相完全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在项目里面 有人就想 innovation 是吧 而它是repeatable 就是我们的operation的methodology 和life cycle 一定是repeatable 就是十年如一日 最好不要有什么变化 就是这样走的 大个来了 take it fix 上线 大个来了 take it fix 上线 就是这样的 从开始到结束 那这个是 这是一个就是支持你业务的 我们项目是build的一个unic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 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呢 交给operation operation就开始运为它了 它就是支持它日常的运用这个业务的operation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hands off 就是这样的 shape to operation hands off 这就是今天我讲的这个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project management 大家不要 我觉得大家不要不重视 因为我在面试的过程中非常多了 你看说staff我才讲过 然后我讲到项目的复杂度 我讲的项目的methodge 实际上我们同学在面试中还会遇到 还是没有answer 我说我都讲过了吗 所以有时候 我的我是不愿意重复去讲 了解吗 但是有时候我需要重复 我觉得 像这个对对这个东西的掌握是要重复的 当大家把这个面试问题反馈 反馈到我这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不都有了吗 都有了 这就是那个 项目管理 其实我今天讲的很简单 这个是project manager 所以说我再补充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难做了 中国人难做这个project manager 在北美 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领导力 我们谈到的驱动能力 我们谈到的strategic thinking 我们谈到的对文化的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我们谈到的political sense 和view 这些东西是不是对我们中国人来着来这 都是我们最欠缺的 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建立在communication的基础上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 大多数中国人在这最大的短板 所以说我说 真的不容易 中国人在这做真正的 不是最后很多人做做考的那个 没关系 你去不可会 然后给人家把那个发一发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spreadsheet 然后去写个meeting minutes 是不是这种东西叫coordinator 你想他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sealing 很低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是做这个的 真正的PM在对我们来说是真大真正的挑战 非常好的挑战 但是 我希望大家愿意挑战自己 我就能做 why not 因为这个你要是build你的 职业 是吧 build你的职业 一定不是跟电脑打交道的 一定是跟人打交道的 一定在一个企业里面 人 才是你提升的 是吧 阶梯 而不是计算机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当地人 PM PM 是吧 那么我们中国人要想在职场发展的话 同样 PM是一个好的一个track 就是 大家如果有勇气 就去做 好